如如所示,在折射率为更哈2的基板上,度有折射率为1.5的薄膜 光线从薄膜左侧空气中,以入射角希塔射入薄膜 若光射在薄膜中皆能以全反射的方式传播 那这个希塔角的最大范围为何? 如果空气的折射率是1的话 那首先呢,我们来判断这几个位置 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 这三个位置都必须要来讨论一下 那第一个位置,这边我一定要产生折射 斯耐尔定律必须要成立,我才能折射进去 那第二个点呢,因为你想要它全反射 所以它就会有它的条件 你要想办法把入射角找出来 让它斯耐尔定律不成立 那接着第三个点 再做一次嘛,我一样要全反射 所以斯耐尔定律也必须要不能够成立 这是第三个点 所以我们就分别针对这三个点 来去一一讨论 它们斯耐尔定律写出来的一个模式 那第一个位置呢,我们就直接写了 空气的折射率是1,乘上入射角是sin si,入射角是si,应该要等于 1.5乘上sin的折射角是多少 折射角我们假设叫做phi好了 我假设这个角度叫做phi OK,所以第一点,斯耐尔定律要成立 我们就写出来了 那紧接着第二个点呢 第二个点,第二个点我要产生全反射 我刚才跟你讲,要先把入射角给找出来 入射角这边是phi,所以这个角度就应该是90度-phi 所以第二个点,我的斯耐尔定律是这样子的 借值折射率1.5乘上入射角的sine值90度-phi 我想要产生全反射 这个值就必须要大于等于下一层借值的折射率 也就是空气 这样斯耐尔定律才会不成立 你才找不到适合的cita 而让它不折射,而直接全反射 那接着,我再反射下来到第三个点 我们把法线画出来 因为这两条法线互相平行 这两条蓝色的法线互相平行 所以我这边90度-phi,这边90度-phi 这个角呢,也是90度-phi 可以哦 所以第三个点呢 借值折射率1.5乘上入射角的sine值 90度-phi 我想要全反射 就要大于等于下一层借值的折射率 根号2 必须要大于这一层借值的折射率 好吧 从这三个式子,我们就可以来整理出 我所要的结果啦 可是在这里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2跟3怎么长得一样 前面又长一样 1.5乘上sine 90度-phi 我要大于1 我又要大于根号2 那怎么办 你要留哪一个 当然要大于等于根号2嘛 对 所以大于等于1 这一个我们就不用了 可以吗 这个就不用 我们直接拿1跟3来处理 那第一次呢 来先整理一下 sine c c要等于1.5sine phi 所以sinec等于1.5sine phi 那第三个式子呢 应该变成sine 90度-phi 叫做cos phi 我把它写在等号的不等式的右边 变成1.5cos phi 我要怎么样 大于等于 根号2 是不是这样写 为什么我要故意这样写 因为phi 题目没有给你嘛 所以我要想办法把phi给弄掉 那你有没有看到 这里一个sinephi 这里一个cosphi 如果我把两个平方相加 sine平方加cos平方 是不是应该会等于1 可以吗 所以我在这边 把这个式子给平方 平方 把它们都平方之后 再来上下 两式相加 平方之后再把它两式相加 出来的结果会变什么 这边会变成sinecet的平方加2会小于等于1.5的平方 那1.5的平方就是2.25嘛 所以再整理一下 我的sinecet的平方要小于等于0.25 也就是4分之1 那也就是说 sinecet要小于等于1.25 结果就出来了 sinecet要小于等于1.25 你的cet就应该要小于等于30度 中于1.例えば2.30 nur3.5 ! 水도